我们先做简单的格式的整理 如何把这张资料表呈现 2014到2021 就是之前的我们暂时先不呈现 所以麻烦请把这个年 大定日对不对 左手按住扩扩销键 左手要按住扩扩销键 然后拖替这个年大定日到拽选条件 然后请点年 请点这个年 确定 点了年之后 麻烦请把这个199899关掉 2000关掉2001一直关 如果你觉得这样关很麻烦 你也可以先点一下5 你先点一下5 然后选择拉到这下面 请把20142015161718192021 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你先选这个5 先选下面这个5 好确定 请问你看刚刚是不是一堆的资料 现在是不是稍微就减少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要请你们先了解是这一个 这个工具 这个就是显示资料的工具 我建议各位 一定要切换到整个检释 这个是检释 检释的方式 一定要显成整个检释 好 那整个检释就是它会自动放大 放大把就是感染线是2014到2021的所有资料 平均 平均 扩大 再接下来 请把工作表名称 改好正确的名字 快速点两项 工作表名称是什么 我们先写X字轴 所以X字轴是不是年 所以我们叫个年 个年 或者是近几年 个年什么 感染线是 登隔日 确诊人数 个年 限制 确诊 人数 接下来 麻烦请快速点两项 这其实就是标题 你刚工作表设什么 这边它就会自动感 通常我们会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至中 加粗体 请拉到最下面 是不是有看到标台体 那接下来呢 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工作表名称后面 Enter 那图说请建议 直接用它内存 内存的一个模板 插入 有没有看到 插入这边 插入这边有 有个叫做什么 总和确定病例数 有看到吗 总和确定病例数 我先点套用给你们看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 最小 最小 是1 最大 是23067 就是你以后 你资料一直新增进来 这些图 我们只能 重新整理 它这些图 这些文字 会自动去做修改 例如说 那个 登格热 确诊 人 确诊 人数 从 介于 之间 可以吗 这边前面 各年限制确诊人数 然后这边 就是登格热 确诊人数 介于什么到什么 之间 就这样子而已 好 继续 我通常会把图说的字 稍微设小一点 设小一点 比如说 假设我设成12 就好了 确定 好 以上就是一个 资料表 它的工具是这一个 那接下来 请点 请用滑鼠右键 请用滑鼠右键 然后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有一个叫做重复 重复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stilplicate的意思 它就是 再做出 一个一模一样的统计图表 好 请问一下 这个统计图表 这个统计图表 首先 我们一般来说 会呈现直条图 当我选择直条图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这样子呈现 它这个意思 很明显在说什么事呢 就是说 高雄市2014年很长 2015年 它有台南市 台南市更长了 然后高雄市也很长 对吧 好 不过 我觉得现在 我们应该要先讲 我们应该先把 这个感染县市 先拿掉 那怎么拿掉感染县市呢 好 是这样做的 就是直接按住 列里面的感染县市 因为我们先讲 最简单 最简单的直条图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是不是看到 这个图是由左 排列到右 为什么 因为2014在这边 2015 2016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去点这个 叫做 燃裂互换 那燃裂互换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它本来是横的 现在是变直的了 但是我还是要讲 这一个图 所以请点 显示 底下的 这一张图 然后请再做 软裂转换 因为我说过 我们的什么 横轴 横轴 一定要是 粘 如果说我 希望把 这边这个数字 用各县市 来去堆别在里面 说明 这里面有多少 是来自哪个县市 多少来自哪个县市 这就是我 选要达到 这张资料表的说明 所以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请把感染的县市 感染县市 拖曳 拖曳到社产 直接拖曳到社产 感染县市 拖曳到社产 好 顺便让你们知道 其实他画图 是很简单的 来请点这个工具 叫做清除工作表 就是归复成原状就对了 就是什么 蓝裂都没有了 首先 首先 我希望画直条图 对不对 我的横轴 是不是直接 所以 我就先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的 发病日 发病日快速点两下 接下来 接下来 确诊人数 这个 确定病例数 快速点两下 所以呢 接下来 麻烦请选 成这一张图 改成这一张图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 它就一个一个分开了 然后 因为我说 我们的时间一定要是横的 也就是X轴 所以请转置 所以点它 请点这个工具 好 请选这个标准 请把它改成整个检式 那现在我们充其量子 化成什么了 各年 确诊人数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再加入感染限制 所以请把感染限制 拖曳到色彩 好 那请问一下 左边 左边这张叫资料表 对不对 各年 各县市 确诊人数 资料表 这一张 是不是叫做 各年 各县市 确诊人数 统计 报表 对吧 请问 资料表比较容易看 还是 统计图标 比较容易看 统计报表 对吧 这就是 这一个视觉化工具 为什么红起来的原因 好 所以左手按住 控制键 请把这个年 发定日 推移到 筛选条件 好 请点年 我只要针对年 下一步 然后 先选无 我只要从2014 一直到最后 确定 这样 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现在没有数值 对吧 请点一下P 那不就出来了吗 请点这个P 把水油表现这个地方 P就是Label 而且 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很轻易的看到一些现象 好 那刚刚第一组讲的第一个很大特色 他说2015年最高 我们 那我们在地区上面其实会 会讲 因为 因为登革是很习惯 就是到了12月 还是整个月 变成6 然后到了6月 你1月2月3月4月5月6月 全部都是清零 然后又在上升 所以就会去研究这边的一个相关性 继续 这张是各年县市确诊人数 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再做一件事 请直接重复 好 第三章 第三章 我想要去做淡计忘记的分析 各位 因为我是有很多很多时间 所以我就可以很容易去做淡计分析 请问我们要不要知道说 登革热发生在第几季 要知道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要去做一些尊传 才能够达到比较有效性 来 请点这个地方 接下来就是大数据的工具 请点这个 这个工具 好 请选 刚刚是年 现在请选季 这是什么意思 这没有时间再去问第二章 这个意思就是说 登革热号发生在第三季 第三季跟第四季 可以吗 可以吗 有听懂吗 请问这件事情 你用以色谣 你要算 可以算 那你要变成比较高手 可是你在大数据分析工具 像Terry 你只要这边做一个切换 马上就知道这件事 登革热的季节性 其中尤其以第三季 爆增 对吧 没有第三季的爆增 怎么会有第四季 继续 继续爆增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就是以色谣 很大做不到的地方 就是你还是可以做 只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而去画出这张图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